王女士和老公结婚十年了 刚结婚那会儿兴致很高 性生活也很和谐 早上起来下面的小帐篷维持很长时间才能老实 但最近王女士发现她搭小帐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难不成真是老了 照这样下去 老公现在老公结婚十年了 现在还不到四十岁 陈伯就少了 是不是勃起功能障碍的表现 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夫妻生活 一 男人早上起床没有小帐篷 是怎么回事 陈伯是指男性英精在清晨四至七点无意识的自然勃起 但陈伯并不只是早上的事 而是夜晚勃起中的最后一次 男性在夜间会有三到五次的阴晶勃起 每次勃起时间在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 之后会自行消退 也就是夜勃 夜勃有助于促进阴晶的代谢 维持男性正常的勃起功能 男性为什么会出现陈伯 目前医学上对于陈伯的机制并未完全明确 可能与提醒男性膀胱尿液多 需要排尿有关 男性早晨时高酮浓度最高 而高酮水平与性欲 勃起相关 很多男性一旦陈伯现象暂停 就开始忧心忡忡 怀疑自己是不是性能力下降 或者有勃起功能障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主治医师 刘德峰表示 陈伯虽然和勃起功能有一定关系 但陈伯并非是衡量男性性能力的绝对指标 只有陈伯消失时间超过半年 而且平常同房时也出现勃起困难 硬度不佳以及性满意度下降等 则需要及时就诊 日常生活中以下几方面因素也会影响陈伯 一 疲劳 身体或精神过度疲劳可能会导致陈伯消失 平常要注意劳逸结合 避免过度劳累 二 身体疾病 关心病 结合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白血病 癌症等疾病 也可能导致陈伯消失 三 年龄 年龄的增长是陈伯减弱 衰退的一个原因 年轻人陈伯的次数相对更频繁 时间更长 四 药物影响 精神类药物 高血压类药物 糖尿病类药物等 会影响勃起功能 导致陈伯频率变低 五 精神因素 抑郁 精神创伤 夫妻感情不和等精神因素 会影响大脑皮层活动 从而导致身体内分泌受到影响 陈伯次数变少 六 不良生活习惯 总是熬夜 经常吸烟酗酒等 也可能影响男性陈伯次数 二 早上起床后若有这五个表现 说明身体很健康 俗话说 一天之计在于晨 晨起不光是一天的开始 也能判断人体是否健康 如果男性年过五十后 晨起后还能有这五种表现 说明你的身体很健康 连医生都羡慕 一 尿液正常 睡了一觉醒来 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排尿 如果尿液呈淡黄色 没有气泡一般是正常的 但如果出现泡沫尿或颜色过深 要警惕肾脏功能异常 二 大便正常 晨起除了排尿之外 很多人都有排便的习惯 正常的大便应该是金黄色或棕黄色 不太黏也不太干的 如果便便颜色变黑 发白 发红等 最好尽快排查原因 三 食欲很好 经过一晚上的睡眠 人体没有进食食物 晨起的食欲应该不错 但如果食欲不好 有口臭 呕吐等症状 最好及时排查 四 精神充沛 经过充足的睡眠后 人应该是神清气爽 精神充沛的 如果醒来发现自己很累 乏力 那就要警惕身体有问题 五 肌肤良好 睡醒后 一般皮肤是健康明亮有光泽的 但如果皮肤水肿 要警惕睡前喝水过多 或肾脏出现问题 三 男人想要提高性能力 这六件事一定要坚持 很多男性都介意 别人说自己不行 想要提高自己的性能力 一定要坚持下面这几件事情 一 有益于维持勃起能力 三 戒烟现酒 经常吸烟会抑制神经中枢 及雄激素的分泌 影响男性的勃起能力 酗酒也会降低性兴奋 抑制神经中枢 影响男性性能力 因此平常要做到戒烟现酒 四 营养均衡 男性保证营养均衡 更有利于肌肉塑形 还能增强性功能 平常要多补充维生素 蛋白质 微量元素 钙等 五 减少酒座 北京中医医院 男科医生 含强提醒 酒座不动会导致 阴部受到压迫 影响下半身的血液循环 导致前列腺腺管阻塞 甚至被前列腺炎盯上 影响男性性功能 建议酒座足平常 每一至两小时 要站起来运动运动 六 多提提纲 北京东直门医院 男科主任医师 李海松指出 提纲能够促进 男性勃起 提高性能力 预防前列腺疾病 平常一提一松 每次坚持 三十至五十次 五至十分钟即可 男性陈勃次数变少 与多种因素有关 想要提高性能力 建议平常要劳逸结合 保证睡眠充足 还要经常锻炼 保证营养均衡 晨起如果大便 尿液 精神 食欲等都正常的话 多数代表身体 也是健康的 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